歡迎大家回來第253集的《只要有電影》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頻道 幫忙訂閱和按鈴鐺 留言讚好和分享 追蹤我本人和《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專頁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部新片 上映了大概一個星期比較鬆 近期一部比較觸目的電影 電影上映以來是好評如潮 這部電影是視之如和最新的導演作品 叫《怪物》 電影所謂的控動原因 當然是他在康城影展中 獲得最佳編劇獎 而且編劇在日本也是相當著名的劇作家 可以說是一個日本一線的編劇 就叫做《版原寓意》 他最出名的就是電視劇 出道以來很多部電視劇都相當受歡迎 因為日本電視劇的製作方法 通常都是這麼多集 通常不會太長的 通常都是十集 可能是二十集 劇本往往是由同一個編劇寫到尾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亦都變成了日本劇集 編劇受尊崇 和推許的現象很普遍 很多時候劇集要銷售的都是編劇 《版原寓意》可以說是一級編劇裏 其中一個表表者 早前有一部《版原寓意》的編劇 電影作品很受歡迎 而且劇本寫得很好 就是《他和他的戀愛花奇》 就是《友川駕馴》和《姦田張輝》主演 事之愈和 其實他自從小偷家族 都是獲得了康城金鐘女獎的 自從小偷家族之後 其實他這幾年來 都離開了日本發展 拍了兩部戲 一部是在法國拍攝的 就叫做《真心謊言》 英文叫做《真心謊言》 還有去年有一部在韓國拍攝 由上流寄生族的男主角 宋康浩主演 這兩部戲 雖然宋康浩都在康城裡 憑著《孩子轉運站》 拿了最佳男主角 但兩部戲的評論 都可以說得上是 事之愈和比較低點的兩部作品 所以這次是事之愈和 即是四五年之後 再重返日本的第一部作品 亦都多多少少 似乎是他想重新 是引起很大的期待 而且他一向以來 他的作品都是他自己編劇的 很少找人跟他操刀 當然再加上 就是這個怪物 另外一個很強的組合 就是音樂 就是版本龍一 亦都是他世世前 最後一部 就是擔任配樂的電影 而且 事之愈和尋找他的時候 他真的已經去到他患病的末期 所以戲裡面 他只是作了兩首歌 也聲明他應該是沒有能力 可以整套戲為他完成 所以到最後 他就准許 事之愈和用他一首歌 叫做十二 任何一個樂曲 都可以用來做配樂 所以這三個名字 這麼大名氣的名字 再加上版本龍一的遺作 引起人很多很多的期待 這部戲 其實在康城電影節 很有趣 他獲得了兩個獎 一個是在正式大獎公佈前 一兩天已經公佈了 那個獎就叫做Queer Palm Palm其實就是中旅獎 金中旅 康城的Official icon Queer Palm是什麼呢 我相信這個獎 我記憶之中 或者我接觸 我記得我聽過這個名字 都好像是近兩三年的事 是一個歷史不太悠久的獎 也可以說 算得上是一個官方的獎 但是是官方 endorsed的 所以這個是介乎於 official and unofficial之間 其實他是得了這個獎 先講的 queer的意思就是屬於一個 LGBTQ的範圍 題材的電影 很多不同的電影節 都有設這個獎 例如柏林 它不是叫做queer award 是叫做teddy bear award 記得我一聽見這個獎 announce的時候 我有點意外 因為我從來不知道 之前的報導 所有的東西 都從來沒有realize 原來怪物是一部有關同性戀的電影 Anyway知道了之後 有少少這樣的印象 然後才正式announce 就是得到這個最佳編劇獎 我也有留意的 其實之後的所有 起碼官方的報導 甚至其實其他非官方的報導 都是好像很刻意地 又或者大家都好像不提這個queer palm 我看電影的時候 電影一開場的時候 已經有康城最佳編劇獎 整個logo的電影片頭 亦都沒有提過這個queer award 當然我看完整個戲 我都多多少少理解 為何電影是刻意去不提這個queer award 甚至電影似乎很取得坊間的 差不多所有評論的一個共識 就是把電影其實是以同性戀 作為一個其中一個電影 即是故事裡的一個關鍵詞 或者關鍵的元素 是刻意去隱瞞的 當然隱瞞的原因 就是一個很大條道理 就是不要劇透 不要劇透的意思是 原來同性戀這個元素 在電影裡是一個surprise element 是要去到拉尾 觀眾才發現原來這件事 是用來解釋前面所有的一個答案 都可以這樣說的 如果作為一個吸引的元素 或者一個懸疑 一個懸念的一個元素 這個刻意的隱瞞 或者所謂避免劇透這件事 可能是一個必須 但是我都要講一句 我看完是覺得未必是一個必須 我亦都會去質疑這個必然性 或者這個需要 這個可以跟著慢慢再講 Anyway 我之前也記得 我有講過 例如我看電影那麼久 我其實是對某一些導演 是有些偏見的 而事之與和也是我其中一個 近這十幾年以來 一直都擺脫不了我這個偏見的導演 我有解釋過的 其實我也很坦白的 就是這個偏見 其實不是一個很主觀的偏見 為何會形成這個偏見 其實主要是我看到這些導演的發展 而是他出現問題的時候 那個問題或者那些問題 是一步接著一步一步接著一步之後 都是沒有任何的改善 甚至可以說是越來越糟糕的 所以我就覺得有一點心灰而難 而甚至坦白說 你都可以期望他在做些什麼 想到他會怎樣處理他的戲 那這種重複 這種難聽說是有些不思盡取 而難免在我的觀影經驗裡 就形成了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 至於你問為何既然我有一個偏見 我還是看怪物呢 當然始終這個戲的排面是吸引的 我起碼對《版本隆一》 我對《版本隆一》 沒有什麼強烈的偏見 《版本隆一》是完全沒有偏見 因為他一直的表現都是相當精彩的 《版本隆一》我也覺得他參差 至少電影配樂是過了他的高峰期 也可能因為他的病歷 他的病情亦都令到他近期 好幾部戲都變得比較失色 甚至沒有什麼神采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許安華的《第一路鄉》 我記得我也有提及過 其實是一種行貨 至於你說怪物是怎樣 我們遲些會再講 Anyway 就算我有偏見 我也覺得這個戲是有吸引力的 當然我也想找出 我完全有些意外 因為我覺得這個同性戀的題材 好像不像應該出現在 《視之遙和》的作品裡 甚至這個版原如意 我都好像覺得 雖然看得不多 但是似乎 沒有人提及過他的電視劇集 是有很注重 或者試過去描寫這個元素的 所以我就去看了這個戲 就很不幸了 坦白說 我看完這個戲 不是再一次確認我對《視之遙和》的偏見 我亦都覺得可以純粹以氣論戲 其實我亦都不是很同意坊間的一片的好評 我反而覺得這個戲 都是一樣充滿了很多很多問題 而那些問題都是幾致命的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詳細討論一下這個戲 首先我想講一講 就是這個戲很多人讚他那幾樣東西 我就想提出我一些相反的意見 第一純粹從他的劇本來說 差不多大部分大部分的評論都說 這個戲的結構很出色 就進現了這個版原如意的編劇技巧 他的結構是什麼 為什麼大家都用了一個字 就是一個類似羅生門式的結構 羅生門其實就是黑澤民的電影 我們都知道這個電影 其實羅生門這個名字 就是本身《戒川龍之界》 一個短篇小說的一個名字 其實所謂的羅生門真是一個gate 但是因為那個戲是講一個強盜 一個武士和武士的妻子 在中間的過程裡 就是這個強盜強姦了武士的妻子 結果出現後來審判這件案件的時候 就出現了三個不同的版本 所以就叫做羅生門 至於這個電影 這個電影同樣也是分了三個部分 而三個部分似乎都是出現了三個不同的版本 第一個部分大概是四十五分鐘長 我時間過的 就是我看電影的時候 我特地看一看錶的 那就是四十五分鐘長 那這個故事中心在哪裏呢 似乎是中心在飾演這個母親的安藤英的身上 那她這個母親就叫做早職 即早上的早職三的職 她是一個單親媽媽 老公就死了 老公以前是一個籃球手 她現在有個兒子 她的兒子叫做 她的老公姓叫做麥野 名字叫做臭 臭巧的臭 臭字不太聽 我們以後一直當她叫做麥野 似乎四十五分鐘的戲 都是從她的角度去出發 然後四十五分鐘之後 就北風一轉 又回到第一個故事的起點 which is一場大火 然後那一段戲就中心在哪裏呢 而是中心在一個很年輕的小學老師 叫做保利 那戲裏叫做保利老師 那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其中第一段 我們就知道就是 麥野開始出現了很多奇怪的行為 甚至是受傷 情緒也波動很大 這個組織就是她媽媽去問她的時候 到最後她就爆了一件事出來 所有她受到的傷害 所有這些奇怪的思想 都是源自這個保利老師 所以第二段戲 就是擺在保利老師的 似乎是她的角度去出發 然後我們看到原來 所有的accusation都不是真確的 這個保利老師原來都是一個victim 來的 那她就是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種的誤會 甚至好像她成為一個待罪的羔羊 完全都是來自於這個 學校本身這個制度 又或者甚至是largly 就是因為這個誤會產生 而跟著產生了一連串的所謂的醜聞 是會危害到這個中學的名譽 而守護著這個小學的名譽的人 就是她一個比較年老的女校長 就是由田中御子飾演的 中間又牽涉了另外一件比較有趣的事情 一件懸案 她的戲也沒有交代得很清楚 但其實都算清楚了 她也是有一個定案的 就是田中御子 她本身有個孫女 很小的孫女 原來有一天她開車 不知道孫女在車尾玩 就滾死了孫女 但是她就找了她的老公去頂包 結果她的老公坐牢 原因是因為她想保護 捍衛這間小學的聲譽 然後第三段 整個所謂的觀點 我有解釋的 第一陣子這個觀點 我們先說好 這個觀點 就是在這兩個小孩身上 第一就是墨爺 另一個其實就是墨爺的同學 一個給她小顆的小孩 就叫做聲川伊里 我們叫做聲川 聲川一向都在學校裡 是一個被欺凌的對象 然後原來墨爺想去保護她 但是因為聲川一向被欺凌 甚至被同學之間笑她 有點涼涼康 所以墨爺本身 原來很早的時候 甚至起碼在戲開始的時候 她已經有種意識 就是覺得自己是喜歡男生 有一種意識是覺得自己 之後的生命 可能是永遠得不到幸福 而這件事 不知為何 她無法啟齒 剛剛她認識了聲川 而聲川原來也是一個 產生了一個同性戀意識的 一個小孩 其實兩個人都是排擠於 一個同學所謂的主流之外 所以兩個產生了一種吸引力 然後到最後 因為什麼恐懼 她是拒絕了聲川 在一次的approach 他們首先是聲川 腳弄傷 她跟聲川包紮的時候 然後聲川就抱著她 她放開之後 聲川突然有一個意識 覺得她很恐懼 然後推開聲川 然後聲川 然後聲川 相反就更加主動地去approach她 再坐過去 似乎想去 她 我不知道是擁抱 還是想去kiss她 那一刻 什麼就更加產生更大的抗拒 就馬上走了 所以一切所謂 產生的一些怪事 聲川的一些unusual behavior 而聲川又將這些unusual behavior 或者她受傷這些東西 就不知為什麼 真的不知為什麼 在母親的追問下 突然之間就說保利老師 就把所有的東西 就把保利老師 然後中間也有兩次的誤會 所以又將保利老師 變成一個向學生施報的老師 但原來所有的疑問 都在第三段得而解釋 所以她採取一個所謂 很多評論叫做羅生門的結構 但我必須指出 這不是一個羅生門的結構 如果我們說羅生門 是refer to 黑澤民的電影 為什麼呢 因為所謂的羅生門的意思 或者在電影羅生門 她真的從那個當事人 即是每一段結構的當事人 的觀點去出發 的自述去出發 不包含一個其他人的觀點 所以那個版本是屬於那個 單方面的一個描述 而三個版本是互相矛盾 換句話說 所以為什麼就產生了 就是我們的主觀 和客觀 永遠未必一定是百分之百 是相同的 亦都是因為我們主觀 包括了很多 可能一些不可以跟人說的動機 或者去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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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密的人 而將那個事件有所扭曲 就產生了一個單方面的版本 這就是羅生門的意思 但是其實現在這三段的結構 在怪物裡面 三段其實它都是採取一個客觀的角度 只不過它的客觀 是專注在某一個人身上高 它不是真正正從那個人 或者那個段落裡面的人物的主體 作為一個出發 而為什麼它會用一個這樣三段的結構 其實我覺得是為了講故事 當然 而講故事的目的是 其實就是它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也沒有必要去深究 就是它採用一個懸疑的方式 其實這是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就是 我在第一個版本裡面 我隱瞞了一些東西 在第二個版本 因為我描寫聚焦的人物 是另一個人物 甚至是第一個版本裡面的 所謂的一個villain 一個反派 第二個版本 我將這個反派 我集中在它裡 讓我們看到 原來這個反派不是 這個反派原來是一個victim 但它不是從那個老師 即保利老師的角度出發 它都是從一個客觀的角度出發 然後第三那段 同樣 它不是從兩個小孩的主觀出發 換句話 那三段其實都是採取一個全資的觀點 甚至它戲裡面有些場面 特別是第三段 一開場是什麼呢 一開場就是田中玉子的校長 去探監 去探監 探她丈夫的監 那一場戲 不單止是脫離了三個版本的觀點 所謂 而是一個劇作者 用一個全資的觀點 它突然跳了去 讓我們看到田中玉子 和她的老公 所以 不存在於真正所謂的羅生門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這件事 羅生門的目的其實就是 我之前都說過 就是想告訴我們 我們的主觀其實是包含了很多因素 那個扭曲 或者甚至不是真的一個扭曲 都不是值得完全可信的 但現在這個所謂的三段式結構 我只不過用來掩飾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 真相 就是最後那部分 所以它所有中間 無論是重複的場面 或者是重複的時候 令到我們對之前的場面 有一些補充 一些解釋 甚至一些相反 才發現原來是這樣 那些全部都是一些技巧 所以我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在Facebook也說過一句說話 就是技巧重於感情 它真正要描寫的 如果是第三段 兩個小孩之間的 那個同性戀的 那個意識的萌芽 實際上不是一個重點 那個都是其實一個 Dramatic Device 或者是一個Dramatic Element 所以我覺得整部電影 甚至我也會提出很多疑問 是去質疑到底它 如果它真正中心 在拉美這兩個小孩的關係 這個同性戀的意識的萌芽 它到底是不是一種關懷 並說其實到最後 都是一種戲劇的色彩 那這是我覺得 一個很重要的 首先我要說的一件事 至於這個劇本是否真是很值得 所謂一個最佳編劇獎 當然我們很難去質疑這件事 因為我們沒有看過其他戲 但是如果純粹作為這個劇本 我的感覺就是 我都要承認就是 說版原寓意的而且是一個相當高明的一個編劇 而且它那個高明的地方就是 它不單止是令到我們 吸引到我們 它用懸疑的手法 吸引到我們 從頭到尾去有一個追看性 一邊看一邊看 我們產生很多疑問 然後這些疑問獲得解答的時候 又會產生另一個疑問 這個是很厲害的 而它用的方法是甚麼呢 它用很多很多細節的鋪排 我們已經講過 以前我記得 很多很多導演都有講過 就是一個電影其實細節很重要 所謂的細節 其實就是很多的蛛絲馬跡 很多的鋪塵或鋪排 是令到最拉尾 原來所有的東西都是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好像現在這套戲 原來它就講一個比較完整的故事 你會砌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故事 有很多答案是獲得了解答 另一種目的就是為了去寫人物 就是透過很多細節 無論細節是一些小動作 或者是日常慣性的行為 又或者是一些小道具 而這些道具也是跟人物的日常生活 或者它的慣性是有關係的 這些東西砌砌完 你就可以突顯到 這個人物的性格 但是我覺得版原如意 在這個戲裡面 它鋪排的細節 都是為了第一點 是多過人物的性格 反而如果你說夠人物的性格 我覺得三段戲 都是出現很多殘缺的 這些細節是包括什麼呢 它真的很適用 譬如一開始 譬如一雙鞋 為何會墨野只剩一隻鞋 那拉美為何那隻鞋 又會在星村發現呢 為何他跟他倒水壺的時候 那水壺又有鋪塵 一開始墨野要回落 他就追 安藤英追出去 你記住戴水壺 所以拉美跟他清洗水壺 一倒倒出來 為何全部都是泥的呢 這後面的戲都要有教代 譬如一些細節 譬如點火槍 那一支火槍又是出現幾次 第一次就是我們見到的 就是保利老師為了去洗脫他的罪名 證實自己對墨野其實都有保留 就是對安藤英說 你知不知你兒子 他藏了把刀 當時安藤英都呆了一呆 然後回家之後 就見到兒子 房間亂七八糟 他說他覺得兒子是因為心情不好 需要發洩 他是同情兒子的 也覺得OK 那把刀去了哪裏 是否保你講謊 應該保你不會講謊 到底是否真的有把刀 原來就沒有了 好像沒有了這回事 而當時他拿著的時候 我都有點不知道那把是一個點火槍 到最後就是安藤英 扣了一下 就是一把點火槍 原來這把點火槍 本來就是屬於聲村 又牽涉到另一個細節 就是那隻貓 因為第一次出現貓 是未出現真貓 就是見到墨爺放學的時候 見到前面聲村趴在地下 他走過去說你做甚麼 聲村說我正在聽 聽著就是貓 剛剛那裏有一個坑渠蓋 墨爺馬上趴下去聽 他說沒有呀沒有聽到 然後聲村說我騙你 這隻貓後來的確就是 真是一隻貓 但當時就變成死貓 一個完整的屍體的死貓 就是一個山洞 溝渠的洞 就是一個女同學 帶保利老師去看的 然後就說這隻貓 他之前見過墨爺和牠玩 所以就有一個疑問 是否墨爺弄死這隻貓 但明顯是墨爺沒有這樣做過 在第三段的時候 我們看到原來這隻貓 應該是聲村 他是不是暗示聲村弄死這隻貓 有一點點 不是很明顯 Anyway就是聲村帶墨爺去看這隻貓 然後聲村推薦去燒死這隻貓 就堆了一些樹葉在那裡 然後他拿了那把點火槍出來 就去燒那隻貓 燒那些樹葉 但就出現很大陣煙 墨爺驚起上來 就在溝渠那裡 用自己的水壺裝了些水 就整熄了那些火 當然這個也解釋了水壺裡的泥 但其實那個timeline 我覺得是有一點前後倒置的 不過他因為在三段戲裡面 就分別去描寫這件事 所以我們不可能太過很執著 也沒有辦法很確實地說 這三段戲的timeline 是不是一致的 但Anyway 另外一些細節 例如一些樂器 特別是透過保利老師 要這兩個小朋友 同時搬一些樂器回到樂器室 而在樂器室裡 兩個人就開始產生了友誼 拉美游呼應一場戲 就是田中與子飾演的校長 跟麥爺都是另一個音樂室 透過喇叭這個樂器 田中與子 就 sort of 教了一個life lesson給麥爺 這個life lesson是什麼 我們後來再講 譬如是聖川請麥爺食的零食 然後建立他們的友誼 又或者是聖川的箱口 這個箱口 這個點火槍 這件事其實是有固定的 為甚麼呢 因為那個氣 我們剛才講過 它一開場是一個大火 這個大火發生在一個高樓 是頂部起火 一開始大家就看到這個起火 它第一個鏡頭 就是看到遠處這間大廈的起火 然後前景是有個小孩的前景 它沒有交代這個小孩是誰 但是這個小孩應該很有可能 就是聖川 就絕對不是麥爺 因為跟著那個氣 咳進去 麥爺就在他自己的家裡 就是安藤英 看到對面大廈起火 就叫麥爺來看的 這個交代出 原來大廈起火 那個上層就是一間所謂的少女俱樂部 就是一些架部 或者買淫的場所來的 所以這個氣其實一直有暗時說 原來放火的人是聖川 因為聖川他不喜歡他爸爸去這個少女夜總會 甚至在第三段的時候 麥爺也有問聖川 是否是你放火 但是聖川就給了一個很曖昧的答案 就是喝酒對健康是不好的 然後他才拿了這個點火槍出來 同時在第一段落裡 安藤英去找聖川的時候 他就見到聖川的手臂 是有一個被火灼傷的一個傷口 這些所有的東西都是暗示給我們聽 就是說聖川很有可能就是放火那個 首先我們不要說可能性 聖川怎會做出一個這樣的行為 另外就是說聖川怎會就算跟他一把 他怎會上到十樓去放火呢 還有他放火之後 他為何會在對岸出現呢 當然現在戲也有另一個細節 就是在第二段戲講寶利老師的時候 因為在第一段戲已經有留言傳出來 就說寶利老師是去光顧少女夜總會 第二段戲一開始其實都是那個火災 然後其實是聖川和這個女孩 好像似乎是在這個聖川的appartment 對不起 是寶利老師和他的女朋友 在一間大廈出來 那這個是不是他們的appartment 為什麼是女朋友的appartment 我們不知道的 無論如何他們在一個建築走出來 然後在一個天橋那裡就見到大火 但與此同時又見到好幾個同學仔都走過 而寶利老師說 為什麼你們還不回家呢 喂 小心啊 就是這樣 那麼就被那些同學見到 就覺得那個少女 即他的女朋友 就是那個少女夜總會的一些成員來的 所以就產生了這個留言 整件事 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沒錯這些是一個懸疑 而且好像都 他鋪排的細節都很有趣 但到最後我想問 為什麼要imply 說聲村是放火的人呢 一個十一歲大的小孩 為什麼會萌生一個這麼可怕 或者這麼邪惡的觀念呢 先不要說我剛才所說的probability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呢 雖然他不喜歡他爸爸 雖然我們知道他爸爸 應該是對他有家暴的 那個安排是出色的 是有戲劇性的 因為當安騰英發現他的傷口的時候 我們都以為就是他被家暴 然後那個點火槍 那個點火槍怎麼會放在墨爺那裡 我們都不知道 第三部分的時候又解釋了死貓 這個似乎就是真真正的 幾乎是明示的 就是聲村是放火的人 這些全部加起來是come to nothing的 甚至是不合理的 這些技巧我坦白說是佩服的 但是就是因為它分散投資 而我們一直看的時候 我們那個腦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快 可以立刻connect到的 但是深刻它又令到我們感覺好像connect到 而這個只是one among many 它是很多很多這些東西 所以我到最後覺得這個是純粹一個技巧的表現 至於這些技巧它的目的針對 我覺得是應該針對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那個學校的制度 就是關於這一次一連串的誤會 就令到整件事就形成以為是一個施暴的老師 但是Ternalini的老師是一個victim來的 他真的沒有做到 他唯一一次傷害到墨野令到他流鼻血 只不過是因為墨野發脾氣 他看不過眼 其他同學是欺負聲穿 所以他自己發脾氣的 就扔掉所有東西 扔到出班房 然後保利及時進來去制止他 在一個掙扎那裡有一個身體的接觸 他就撞到墨野鼻 令到他流血 所以整件事 那個懸疑性就是製造一個誤會 但這個誤會 因為這個誤會 不知為何 這個又是不知為何 當墨野被追問時 他為何突然將所有的東西 包括跟這個保利老師 完全無關的 就是那句很關鍵的對白 那句對白其實就是聲川的霸 中村師同飾演的霸 是implant了到聲川的腦袋裡 他就說你無用的 你的人腦是專腦來的 所以你都不是人 這件事令到聲川似乎 一直有一種自卑感 他有說這句說話是給墨野聽的 不知為何 因為可能年紀小 墨野也好像接受了這件事 或起碼有這個疑惑 而他第一次向他媽媽 去表現他的不安的時候 亦都是問他媽媽 一開始就問到底人的腦 如果變了豬腦 他還是不是人 他是不是人這件事呢 又有echo 就是那個編野技巧去到哪裏 就是拉美安藤英去質問校長的時候 他很生氣 他所有答案都被校長的那種欠卑 推傲過去 他無法找到真相 而到最後他就是問校長 你是不是人來的 你們 那校長到最後就是 你是不是要我回答這件事 我們是人 這件事有多有趣 好像毒舌大狀那樣 但anyway 所以呢 為什麽這句話 會是令到 什麼呢 都覺得 他接受了 甚至他都懷疑自己是否有問題 但即使是這樣 他所有受的傷 所有的事情 他不知為何 突然要賴到保利老師身上高 而保利老師 由到尾都對他們很好 那為何要賴到他身上高 我真的不知道 那麽很多人 很明顯 保利老師是站在 那個天橋 對面 看著那個大火的 那麽為什麽那些人會傳言 說保利老師是少女夜族 整天光顧的一個顧客 根本是離行離辣的 原來是這樣 原來他又計劃了一個細節 就是保利老師在課堂上高 就對那些小學生出了一個題目 要作文 就叫做將來 然後保利老師就讀了自己 那時候 小時候寫的一篇文章 又是叫做將來 那保利老師的結論 將來就是 將來希望取這個歌聲 暗示了似乎 然後保利老師 從小到大都是個色彩 來的 所以所有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是仿子 全部是愚弄觀眾 亦都跟電影不是一個 那麽大直接的關係 有些甚至 他無法解釋 其實他無法解釋的東西 我覺得更多 但anyway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留回下一集再講 而且 就將整個主題 更加重要的主題 都再一步拆解給大家看